这亏空只会越滚越大 严冰云似乎很不适应 范贤盯着自己的办公 半晌后和尚卷宗 抬起头来说道 虽然说二皇子在朝中的势力 被你拔光了 但我想提醒大人您一点 什么事 你只是拔去了二皇子身边的枝叶 严冰云平静说道 他身下最粗壮的那棵树 你的斧子并没有能够砍进去 范贤知道严冰云说的是叶家 那个远在定州木马 但五天可至京都 家中供奉着一位大宗师的叶家 自从二皇子与叶联成亲之后 毫无疑问 二皇子的靠山 除了长公主之外 更多了叶家这么一棵参天大树 此次京都夜袭计划 只是将二皇子在朝中的中间官员 和随身的武力清除干净 却没有对叶家造成任何损失 只要叶家仍然坚立于定州 二皇子便没有经受真正的损害 范贤叹了一口气 有些无奈 他本来是指望 用山谷狙杀石缴获的三座城墓 把叶家也拖进水里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北齐小皇帝的国书私信 瑶子万里之外的问候 却逼得南庆朝廷就此中断了调查 让范贤想去栽赃叶家 也没有办法 叶家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严冰云看了他一眼 皱眉说道 二殿下的根基在叶家 不过正因为如此 他如今对于长公主的依赖程度就降低了 这位范贤最倚靠的头脑 话有不尽之意 深入范贤之心 他无来由的心中一震 联想到今天得知的那个绝密消息 开始嗅到一丝不一样的气味 不论长公主当年名着扶持太子 还是暗中支持二皇子 都是那位疯狂而厉害女人的手段 所谓的 自然是这两个侄子日后登基 却依然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长公主李云瑞 是一位眼光极其广阔的厉害人物 她所求不小 如今的二皇子有叶家坐靠山 对她的依赖降低 那自然也就说明 日后若是二皇子登基 她如果想隐在幕后操控 难度也会大上许多 难道一念及此 范贤心头微动 玄机冷笑说道 太子是没有什么前途了 老二 终究还是要被打下去的 严冰云狐疑地看了她一眼 虽说监察院一向不参入皇子之争 可是这条隐形的规矩 自从范贤接手监察院以来 早已逐渐破了 可是范贤凭什么就认定了圣券犹在 太后格外疼爱的太子殿下 就一点机会没有 范贤自然不会向她解释什么 皱着眉头说道 传话给苏文贸和夏七妃 让他们两个人做好准备 收网 严冰云盯着范贤的眼睛说道 江南市竟在掌握中 可是要一刀砍下去 似乎没有什么把握 毕竟经理在看着 除非经理的局势忽然出现什么大的变动 范贤笑了起来 知道自己无意间的那句话 让心思缜密的小颜公子猜到了什么 他和声解释道 只是提前准备 京都局势就算一年间不变 可是明家的事情 陛下也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严冰云听着是陛下的意思 才稍减心头疑惑 问道 要收到什么程度 范贤沉默了片刻 微微有些走神 这一年在江南的繁复安排 与风和日历下影着的危险 如同一幕幕画面 像走马灯似的 在他眼前翻转 内裤三大房的人头 小岛上漫山遍野的死尸 内裤里明清达的昏倒 苏州府的官司 明老太君的意外自已死亡 明四爷的入狱被刺 明老七的突然现世明家 已经是他手中提着的一个蚂蚱 可是究竟做到什么程度 还需要范贤点头 那个天下第一富家 比皇宫里也干净不到哪里去 范贤在心里自言自语 对严冰云轻声说道 收到底 你安排钱庄的人做事 另外明园里的人 是可以杀几个的 严冰云知道 埋了一年的大棋子 终于要动作起来 那个名义上出身 沈家与东夷城的钱庄 本来就是严冰云安排 他自然知道 怎样去对付明家 只是他一直没有查清楚 那个钱庄里真实银两的来源 此时看着范贤 他终于忍不住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不理会江南那笔钱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提请大人注意 千万不要是北齐的 听到严冰云一语猜中 范贤怎会承认 自嘲说道 不要忘了我母亲是谁 除了内裤 总还是要给我留些碎银子花花 严冰云摇了摇头 相信了范贤的解释 毕竟谁都知道 叶家当年的底子是何其雄厚 坐在回府的马车上 范贤兄中有些失落的感觉 并不是因为自己空跑了一趟监察院 却不敢让严冰云 参与到皇宫那件事情当中 而是因为他终于确认了 对于严冰云这些年轻一代的 沁国君严而言 沁国和皇帝的利益 一统天下的荣光 才是真正至高无上的准则 严冰云一直为范贤尽心尽力 那是因为范贤所做的一切事情 无不合乎沁国的利益 而一旦范贤将来如果 真的变成那种角色 他会怎样看待 娇庆深厚的提思大人呢 范贤知道这是必然的事情 毕竟所有人都是生活在 自己的时代当中 自己有前世的经验 所以可以把这天下的 国度之别看得淡些 但他不能就此来要求别人 那是不合理 也不合情的要求 严冰云在范贤身边的角色 本来就有些模糊 他不是起年小组的人 却是范贤的亲信 参与了他绝大部分行动 尤其是去年在江南的规划 基本上都是他一手做出来的 范贤如今清醒地 认识到了这点之后 下了决心 关于自己与北齐的交易 那些最深层的内核 还是先不要让小颜公子触碰了 只是监察院此行 却有个极为重要和急迫的问题 没有解决 如何和红竹接上头 范贤坐在马车上 以肘之河 皱眉难书 不料回了范府 却听到了一个 令他极为意外的旨意 而他马上敏锐地捕捉到 要向红竹确认这件事情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 旨意不是来自皇帝陛下 而是来自那位 一直比较沉默的皇太后 庆国已孝至天下 皇帝更是万民表率 所以这位皇太后 虽然沉默居多 但没有任何一个人 敢轻视那位 垂垂老父真正的影响力 太后旨意 是在范贤礼府那一刻便到了 特指传范贤入宫 不料范贤却偷偷摸了出去 传指的太监 指得一直等着 范贤微微偏头听着柳氏 在耳边轻声的话语 看了一眼那位 早已等得焦头烂额的姚太监 忍不住笑了起来 本来以他的能力 想摸进皇宫里 除非五竹书在自己身边 才有把握瞒过 红老太监的耳目 而如果今天晚上 自己就住在宫里 想和红竹碰头 难度就会小很多 而且 自己是个男子 肯定不可能住在后宫 只可能在皇城前片寻个房间 做起事情来 也比较方便 只是 他此时还不明白 皇太后急着宣自己进宫 究竟是为了什么 等到和婉儿二人牵着手 从寒光殿里退了出来时 范贤忍不住为难地叹了一口气 此时的他才明白 老人家让自己入宫 居然是为了逼自己和婉儿 去广信宫 拜见自己的岳母 长公主 太后并不希望自己的后代们乱成一团 范贤回京后入宫几次 一直逼着长公主 这个事实 让太后有些不愉快 他决定用自己手中的权利 弥补一下晚辈们之间的嫌隙 趁着婉儿在宫里的机会 便将范贤照进宫去 天时一幕 皇宫里有些昏暗 婉儿担忧地看了一眼范贤的脸色 嘟着嘴说道 我可不想去广信宫 范贤苦笑着安慰道 长公主毕竟是你母亲 怎么说也是要见一面的 话是这般说着 但她的心跳却是逐渐加快了起来 林婉儿认真看着她说道 我知道你也是不想见母亲了 要不然咱们偷偷出宫吧 范贤忍不住失笑道 仔细太后老祖宗打杀了你我这两个不懂事的小混蛋 前方不远处 广信宫的宫门已经开了一角 几名宫女正低眉顺眼地候着这二位的到来 仔细说来 范贤与婉儿李硬是广信宫的半个主人才是 只是这古怪的世事 早已让他们与这宫殿的关系 变得有些冰冷与奇异起来 范贤温和笑着看了一眼那几名宫女 她的眼力极独 一眼便瞧出这几位宫女 与她出入广信宫时相似 都有极强的修为 从宫门一脚穿进去 扑面便是一阵微风 风意极寒 范贤想到宫里的那位女子 便忍不住打了个寒净 依晨过来 让我瞧瞧 长公主李云瑞在殿外就赢着了 语气虽然强行保持着平静 但范贤还是能听出来一丝极细微的异样 她微压地抬头望去 只见长公主望着身旁的妻子发症 婉儿咬了咬厚厚的下嘴唇 手掌攥着相公的手 死死不肯放 范贤轻柔地拍了拍她的手背 给她以足够的鼓励 婉儿定了定神 走上前去 对着石阶上的那位宫庄丽人微微一扶 轻声说道 见过母亲 她的声音极低极细 说不出的不自然 长公主正正地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 本来略有几分期待的面色 骤然平静了下来 淡淡说道 最近可好 范贤皱了皱眉 有些不自在地咳了一声 凑到婉儿身边 笑着说道 见过岳母大人 长公主看着她 清美绝伦的面容上 浮现出一丝诡异的笑意 说道 你还知道来看本宫 不知为何 长公主与婉儿母女间 显得有些冷漠 偏声她对范贤说话 却是十分随便 也幸得被范贤这么一打岔 石阶上下的气氛才松了些 长公主牵着林婉儿的手 并排站在了石阶上 她对院中的宫女 吩咐了几声什么 便准备往店里行去 范贤半抬着头 看着石阶上的两个女子 有些好笑的发现 婉儿和她母亲 长得确实不太像 只是长公主不知如何保养的 竟还是如此年轻 二人站在一排 不似母女 更像两朵姐妹花 只不过 婉儿虽以嫁为人妇 可依然脱不了三分青涩 而长公主却早已盛放 惊年不雕 如一朵圣岩开放着的牡丹 夺人眼目 广信宫里 早已安排了婉宴 没有什么外人 就是长公主 与她们小两口三人 此时在席上略说了货话 婉儿终于放松了些 加之母女天性 看着长公主的目光 也温柔了起来 长公主似乎很高兴 婉儿的这个变化 说话的声音 也开始呈现一种真实的柔和 不知道说到了什么时 她竟叹了一口气 悠悠说道 在你的眼中 我这个母亲 只怕做的是相当差劲 临婉儿眼圈一红 直欲落下泪来 她自幼在宫中吃百宫饭长大 虽然备受老太后疼爱 可是女儿家的 哪有不思念自己母亲的道理 此时在母亲身边 听着这等温柔话语 心中百般情绪交杂 不知如何言语 范贤坐在下手方 看到那并排坐着的母女 微微一笑 这对母女 一位是庆国第一美人 一位是自己心目中的第一美人 此时看着 怎能不赏心悦目 但她不得不郁闷地承认 自己的妻子 确实长得不如丈母娘 尤其是今日的长公主 美丽容颜 朱唇明眸依旧 如黑铺般的长发盘起如旧 叫朱往日 却流露了几丝难得一见的真实情绪 并不如传说中的一位娇妾 这反而越发让她的 绝世美丽生动了起来 席间两位女子说话的声音 越来越轻了也越来越自在了 她并不意外能看见这种场景 因为她对于人性始终还是有信心的 长公主即便在风 但她毕竟也是个母亲 在范贤看来 这位不称职的母亲 与前世那些在洗手间里生baby的脑残 初中女学生没有什么两样 这些年过去了 她总该有些歉疚 有些醒悟才是 身后的宫女 为她斟满了杯中酒 她一杯饮尽 喉尖丝丝的辣痛 这五粮液的味道 果然有些纯美无双 只是 怎叫人有些欲结失落了起来 她望着长公主的眼光并无异样 心中情绪却开始翻腾 总在想着 这样一位绝世佳人 却为什么走上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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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